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真性情的人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着不足的成绩 又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着演员的初心 在这些全心打磨演技的电视剧咖 电影咖的身上 小剑似乎也找回了看影视作品的最初的欣喜 而谈到这种看到好作品 好演员的欣喜 小剑最近一次心中这份欣喜的起源来自另一个人 一个在电视剧节和电影节都颇受好评 一个演技干过名气的演员 万希 小剑最近被万希小姐姐征服 是因为《三国机密》这一部电视剧 从演词到台词 再到演技 什么叫全方位全反 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风了 自从和福寿娘娘确认过眼神之后 我们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成为了屋里福寿娘娘雷打不动的后援团 在微博上保持整齐的队形 等着为福寿娘娘打电话 有人是因为这一连功气的长相 有人是因为这一百魂的台词功底 有人是因为无形的疗汉教科书 小剑只想说 只要是万希小姐姐诠释的角色 我好像都容易喜欢上 一大帝王背后那个伟大的女人说实话 以往在三国戏中 男人才是重头戏 可是在这一部三国机密中 万希饰演的福寿皇后 从一开始就自带称赞利器 作为剧中还是复辟的关键力量 万希饰演的福寿皇后 收起了以往古装女 性角色的那种微微诺诺 江南的一剑的霸气和果断展现的淋漓尽致 一出场就自带空气 冷静的言语 字幕的表情 分分钟进入戏的打开方式 他聪明睿智 可以成功的将皇帝调包 完成复辟汉事的第一步 他心思缜密 目光长远 在这周到新剧情中 他悄悄的躲在后面监测国家 一言不合就可以识破国家的气谋 绝不让自己和刘萍陷入敌人的陷阱中去 他心狠手辣 但知道赵一郎发现他们的秘密计划时 第一想法就是去拔刀 除之而后患 这一刻的万象眼中满是杀戮的欲望 或许对于那个时候的福寿来说 什么都比不上傅必汉事 这个目标伟大 他不再是那种儿女情长的小女子 相伐在她的身上 有着男子都受见的果断和毅力 然而这个在外面看上去 需要撑起一切的女强人 偶尔流露出的小女人 性情才是真正我见犹怜 当任性的刘萍宜走了之之后 需要暂时强撑 其整个大局的福寿 更是展现出了常人男友的冷静 只会向人把金剑的大臣打发走之后 福寿终于忍不住 所有的委屈和不容易都在眼泪中了 在福寿的心中 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那么在乎流平了 或许是因为流平的善良温暖了他 那早已冰冷的心 亦或许他渴望在流平身上 找到先帝的感觉 但不管怎样 福寿开始在意流平的一点一滴 他会再看到流平和曹操女儿走的近时 狠狠的吃醋 把所有的不开心都流露在脸上 他也愿意在夜深人静之时 和流平倾诉自己的心事 这个原本应该和丈夫文文爱爱的女子 最终却因为步入宫门后 改变了原本应该平淡的一生 这个时候的万希眼中是回转的泪水 他不愿意让眼泪流出来 或许这就是要强的福寿 最后的一道尊严防线了 在遇见这个和先帝不一样的流平之后 小静感觉福寿的内心应该是瘦了 触动的 现在的他似乎开始学会展示自己小女人的一面 时不时的关心一下流平 时不时回忆一下往事 甚至临时久未碰得起都被重新拾起来了 这样的福寿 从眼神到姿态 既是一个霸气冷酷的皇后娘娘 其实也是一个多情差年的小女子 万希将这个角色的不同面都展现了出来 让我们在折服于她的霸气之时 也会感慨于她的不容易 或许 万希就是那种命中注定做演员的人 对于万希 她应该是属于小剑人士范围中为数不多的 看过她很多作品 但经常会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的人 相比于那些成天活跃在头版头条上的明星 万希这个明星身份对比之下就有点假 仔细看来 人家并不缺拿得出手的作品 可她却很少借自己的一部作品 来放肆吹捧自己 来让自己被更多的人认识 就像万希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的一样 并不是自己想红就能红 相反 为时 莫自己就不能坦然的享受这种不红的状态 用不红去换取更多的 与自己独处的时间不是更好吗 这个只是把演员当作自己职业的万希 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对于自己的人生 她似乎获得比我们想象中要透彻 从步入大学校园开始 这个姑娘就开始了为自己的人生每一步做决定 从大学参演话剧表演 被称为话剧小天后开始 她出演的国家话剧院年度话剧怀疑 获得当年戏剧界最高奖项托尼奖的四大奖项 主演的话剧《荒原语人》也斩过了全国剧目展演金奖等等 将舞台和表演看得比天还大的万希 每一次的表演 每一次的表演都会拿出十二万分的努力和热情去对待 可这个对于未来一直满滑新鲜期待的万希 却在一时之间决定放弃自己的话剧事业 选择了另外一个未曾接触过的新世界 音乐 发行专辑 好的销售量 这些她都经历过 所以后来了音乐市场不仅是带来的后果 她自然就无法躲过去了 这个原本被所有人看好的佼佼者 却一度连生活都只能勉强度日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自己的演艺生涯 生活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爱和我们开玩笑 当你以为自己的选择无比正确的时候 她总得有心无形之中给你十点半字 然后让你回归到原本的生活 或许万希就是那种命中注定要做演员的人 在被音乐市场淘气之后 她没有选择回到话剧舞台 而是成为了一名影视剧演员 刚开始接触演员这个行业的时候 万希是各种不适应 话剧表演的经验 在这个时候成为了她的绊脚石 她很容易将在舞台上的感觉带到拍戏中来 为此 万希还来了不少的嘛 可这个骨子里就有一股追尽的姑娘 硬是逼着自己一点点的去改变去适应 这才有了我们后来认识的低调派实力演员万希 其实仔细看来 万希的这一路成长 有过巅峰也有过低谷 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生而为人 我们无法选择 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的改变眼前的现状 这个心中有梦 眼中有光的万希让我们认识到 生活可怕的不是所谓的波折和磨难 可怕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不服输的劲儿 给你再好的天子也毫无用处了 演员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作品才是交流的最佳渠道 其实我挺知足的 不论戏份多少都会有观众因此认识和喜欢我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我没有那么多能量去做拍戏以外的事情 只想用作品让观众记住我 这是万希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红时的回答 这个在剧中可以心潮澎湃 一回到生活就心如止水的万希 真的活成了小剑眼中演员的样子 或许也是万希自己眼中演员的样子 像万希这种演员算不上流量担当 自然也就很少有人会给他刷微薄化棋 可就是这种躲 在流量后面的演员 才有机会成为扛起这个时代演艺大棋的担当者 所以 相比于怎么去取悦群众 他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去取悦角色 怎么快速的让自己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 怎么赋予这个角色不一样的新鲜感 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角色新鲜感 一方面 万希会适当的和大众保持距离 的确有时候过多的暴露在大众事业中 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它会让你失去在大众心中的新鲜感 不利于演员角色的塑造 另一方面 万希也会让自己不断的去尝试新的角色 从秦怀明艳柳如世到军纪尼尼 再到赤炸风云的女将军独孤静尧 秦怀汉式的皇后扶手 万希总能赋予每一个角色不一样的感觉 让你在看到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时 都有一种怎样的感觉 这个角色似乎正是为万希独身打造的 电影《柳如世》中 它是一个色力俱佳 只想高洁的歌迹 一评一笑 都足以让人摆倒在他的水流群下的柳如世 浅浅一笑时清纯明媚 而只要在这笑容中 稍微掺杂一点不一样的情绪 聊人的性感和无奈便护之欲出了 万希成功的江柳如世千佼百妹的感觉完美诠释了出来 而2014年纽承泽导演的《军中乐园》中 万希饰演了你你给人的感觉更是眼前一亮 尤其是那一张剧照 短短一眼却看尽一生的感觉 万希同样也凭借在该片中的精彩表现 斩获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电影《你好》 《疯子》中 他一人全是七个角色 一个镜头中随意的切换 既可以有男人豪爽的一面 也可以有女人妩媚的一面 而在电视剧中 万希同样有不俗的表现 正在拍摄的为观众年轻中 万希饰演薛小斌和之前在《我家游戏》中搭翻过的李嘉豪 再次合作 两人再次上演别样的军旅之恋 大唐荣耀中那个霸气又温柔的独孤静瑶 敢爱敢恨 烈产中冲 满烟火气息的熊青春 虽说最后没能成功和胡歌在一起 但这个热情有想法的熊青春 无疑是男主爱情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观众心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 不管角色是大是小 是好是坏 他都属于拿真心对待演戏 拿出新来审视演员这个职业那一挂的 冒昧却不张扬 技嘉却从不炫耀 明明可以红起来 却还是选择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 他真真正正的做到了靠作品刷存在感 靠作品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叫做万希的演员 功名浮沉靠边站 安然若素的生活 才是他想追求的的确 万希成功地让观众们记住了他的角色 记住了他的演技 从而自然地忽略了他的生活 这或许正是万希所期待的 所以当前段时间他发微博说 自己生下女儿时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啊 这些年来 我们认识的好像一直是演员万希 而不是明星万希 在这个被舆论操控的年代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不活跃在热搜榜的明星 自然是不红的 可万希似乎很享受这种不红的状态 经常在知乎上回答各种冷门的话题 比如说哪里可以吃米粉 比如说手机被没收咋办 好在对于不红 万希更多的是享受不红生活带给他的自由 不需要做那个万中期待的万希 无论什么时候都只需要做自己 这对于经常是演别人人生的演员 应该是一种十分奢侈的享受了 生活中的万希 其实就是一个文艺小清新 他会在闲暇之余 自己看一下吉他 或者是自己简单的画一幅画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简单生活 对于万希才是最满足的 他把演员这个职业带给他的功名利路 看得很轻很轻 一方面他不奢求这个职业带给自己多大的光华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这个职业尽可能小的影响他的生活 他把功名成福和人生起路看得十分透彻 他一直坚持 用顺性和真性情来回馈娱乐圈的奢侈与浮躁 当吞去明清这一层万一之后 万希就是那个万希 那个享受惬意生活 这爱动手创造生活之美的万希 庆幸的是 他没有被身边的浮躁之风所牵食 他勇敢并且坚定的守住了心中的最后一方净土 在万希投入工作之后 还能清楚明白的做自己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争不抢 不卑不亢 这就是万希 一个我们看到角色 才会想起他的神奇女子 一个将工作和生活分离的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女子 一个为了演戏不顾一切的戏风子 这个梦想做一个优秀的青年表演艺术家的万希小姐姐 愿未来的日子里 低调的你依旧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愿努力的你可以得到这个世界的傻蛋 关于青年表演艺术家这个梦想 小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完成的